詹智俠 陳婷妮 吳卓妍 J尚出席品牌活動 活動當天恰巧碰上妮妮的生日 被問到會如何過呢 她這麼說 我覺得生日就是日常的一天 也沒有想要特別過 因為就是變老了嘛 對 然後但我覺得生日 反正就是一個日子 然後就是把自己的每一天都過好 這些事情比過生日還要重要 那有沒有什麼生日願望 跟大家分享一下 生日願望 我今年的生日願望 就是許說希望我的戲 可以順利的很完美的殺青 然後也希望我的火神的眼淚 能夠真的受到大家的喜愛 然後當然第二個願望很重要的 就是希望身體健康 然後疫情真的趕快過去 大家都可以回到正常的軌道 而作為露面的了解曾知巧 也透露將要推出全新一季了解了解 就連她本人都超興奮 然後這次我覺得又是公器私用啦 我又藉著這個節目可以邀請很多 我欣賞的女人們 來我的節目跟我聊天 因為私下你總不好意思有事沒事說 那誰誰誰可以跟你聊一聊嗎 所以我覺得我很期待 聽聽這些女人們的想法 而喬喬紀念神格人氣後 時常在網上曬出穿搭照 引起不少話題 不過不知道老公陳奕如 喜歡哪種風格 他也算是我的自己講 算是我的小腦粉啦 因為就是只要我打扮得很開心 好像他都覺得很漂亮 對 而歌手Jay Sean不僅忙於創作 近來更是主持節目 對他來說是個新挑戰 最近接下主持這個工作的挑戰 我覺得還其實蠻大的 當然這一份工作 整體來說 我覺得算是一個很入門款的主持 非常適合就是從來沒有接觸過主持的朋友 對 那我覺得因為他其實整體 我們是大喜愛時代嘛 那他整體來講 我覺得主持人的身分 比較沒有沒有這麼吃重 他算是一個過場 他算是一個介紹 那我覺得 學到蠻多多的東西了 報導採訪主 採訪報導